卫防区甘品里为迎接圣诞节及新年的到来 里长和志工发挥创意 在里内人行道旁的整排樱花树上 装饰了迅南缤纷的灯饰 虽然现在的樱花还没有开 但夜晚可以先看到五颜六色的灯饰 让民众都说好美 里长在车来人往前往水晶酒地区最重要的明灯路上 人行道旁绵延种下约80颗的吉野樱 不过现在还不到花开期 里长便突发奇想 在樱花树上缠绕灯饰 夜晚一打开灯饰 效果还不错 这些灯本来去年就要用了 可是因为太忙了 所以就没有用 今年我们义工说赶快把它用 然后让我们的干品里看起来 晚上也可以很漂亮 然后就有种这些樱花 然后这些灯全部都是我们志工 自己一条一条的这样牵起来的 然后线是从接我们电子看板那边的店这样子 里长表示虽然目前还不是樱花的盛开期 但是利用目前的状况和志工一行人 买了近60条的灯饰 花了两天左右的时间来装饰 就像一整排的圣诞树迎接圣诞节和新年的到来 民众纷纷表示家就住在樱花树的对面 现在一到夜晚一整排樱花树就会发光发亮 真的很美 也让游客经过都觉得五彩缤纷 杰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